另外在光丰地区农会的部分 常年辅导家政班习得一技之长 增加农村妇女市场竞争力的同时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也积极规划了争取农委会 田妈妈的扶植计划 以农会超市小农小铺为基地 提供家政班贩售在地农产特色小吃 开创农村妇女事业第二层 防疫期间透过了视讯方式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亲自上线简报说明田妈妈扶植计划案 和县府农粮署等上级相关单位 承办人员讨论交换意见 也获得了上级相关单位诸多提点 在我们的价格的百分之多少等等这样子 另外还有人次薪资的部分 我是看我们六个人是12万 当然这个是范例 这个规范是比较早的规范 基本薪资比较低 那现在基本薪资都2万5 每个月是2万5 这部分我们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低于基本薪资 光丰地区农会提报 争取农委会田妈妈扶植计划 不仅是计划周详的简报 甚至未来光丰田妈妈基地 也都已准备就绪 以农会超市小农小铺为基地 交通便利停车场公厕等 公共设施完善 再者搭配超市形成一个小型商圈 今年我们光丰地区农会 利用我们的农会的超市前的一个小铺 希望能够多元化的来利用调整 所以今年我们针对小铺的部分 原有的小铺 再增加内容 加入我们家政班 一个田妈妈的家政班的米食 加入融入我们的小铺 希望借由我们地方上的红糯米 黑糯米等米食加工 作为我们家政班的一个贵的主题 农委会从1992年开始辅导推动田妈妈 目的就是希望能让台湾农村的妇女们 能有一技之长 经营副业并改善农村经济 而发展至今 已经有许多田妈妈成功开创自己的美味人生 光丰地区农会以及华安家政班 深知开创之路难行 但是更希望能够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在上级单位的辅导协助下 顺利开创专属于光丰农产业的特色美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